猪脆骨有90%的人不知道是猪身上哪里的骨头 怎样做才下饭又下酒呢 它其实是位于猪上骨的前端一块月牙型软组织 被人们形象的称之为月牙骨 一头猪只有小小的两块 所以有些不乏商家为了多赚点我们腰包的钱 就把这个月牙骨上面带很多瘦肉 比如现在我手上拿的这一块就符合标准 而这一块就太多瘦肉了 所以在选购的时候要杜绝这种情况发生 猪脆骨在改刀切配时切得越薄越好 后面煸炒才容易煸得透 从而咬得动 这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一个细节 然后把准备好的姜蒜辣椒韭菜花 切成视频面的样子 这道生炒猪脆骨的所有料就准备到这里 热锅放菜籽油加一小勺盐 把猪脆骨放下去 前期小火慢慢的煸炒 时间在两分钟左右 这道菜其实和生炒排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处 炒干出肉香味后 喷点米酒去腥真香 在大火把脆骨的表皮煸至较香 从而才能搅得动 接着来一点姜油给它点颜色 把姜油香味炒出来和脆骨颜色上均匀后 煸炒咬出来备用 不需要洗锅 直接放猪油 放入僵尸拍蒜充分的爆香后 接着放本地小红椒和小米椒 炒出辣椒的辣味和香味 猪脆骨放下去 就可以开大火爆炒 使所有食材在高温中互相碰撞 味道互相融合渗透 整道菜就具有很强的锅气味 最后来少许味精和一瓶鲜提味增鲜 稍作翻炒后 淋出锅前放入韭菜花段和适量胡椒粉 亮点明油炒至韭菜花断生即可出锅 看到这里的朋友肯定有一万个为什么 把你的为什么抠在评论区 我来为您解答 一道香腊下饭又下酒的 深潮猪脆骨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陪伴 下期见